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商店门口的装潢 到主题晚会 到民间种种的活动 到打板 对吧 就反映咱们的一个审美现状处于一个什么程度 他们有这种外国人 就是比较损的那种外国人 他们会开玩笑 说中国人的眼睛吧 说里边啊 说这个对色差啊 生来就不那么敏感 他们就会这样说 我那个时候我就是非常这个要defending我们中国人啊 我就说其实不是这样 实际上但是呢 你说到底 那为什么呢 就比如说这些什么城市灯光 灯光工程 对吧 花很多钱 那灯光那个配出来颜色就是切 对吧 然后很多时候就确实 那最后归根到底 我告诉他们 其实呢 还是不够用心 我感觉是这个样子 你讲的这个东西其实挺有意思 这个就说这个结论不对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比如说我是个中国人啊 我就是个色弱 就是而且呢 真的吗 而且你知道吗 对色彩的感觉 我也是发现 这个法国人啊 就比如说一个一个法国画家 哪怕是民间的这种小画家啊 你看这个他这个色彩 他对色彩的感觉 咱不能说是什么种的原因 但是也可能是水素养的原因 我就是觉得法国人弄点什么颜色呀 比我们那个色彩搭配啊 就是显得他们对色彩更敏感 我跟你说这个跟中国画也有关系 你看中国人呢 以水墨为贵 对吧 叫墨分无彩 就过去孔子讲叫素以为渲息啊 就认为中国人重视这个素 黑白两色 这种东西是最基础的 最基本的 对 所以我不知道你看西方画就重色彩 是 对不对 找到看中国民间艺术啊 坦白讲也有很不错的东西了 有自己的美学美学观在里面 色彩 这算是大红大绿 也是漂亮的 是 像张爱玲以前找了很多中国民间的画 民间的衣服 布料 很漂亮 我觉得小田刚说不够用心是一个 另外还有两个不 第二个是不敢用心 你怎么敢呢 你稍微大胆一点 就是说你齐风 衣服 像张爱玲以前穿得很大胆的 你到今天回看 好多文章啊 报纸啊 都骂她的 穿得古灵金怪 妖姬什么什么嘛 OK 所以不敢用心 像香港嘛 不是香港 当代 很多的那个社会压力 舆论 甚至有些禁区 法律的 什么各种的禁区 还有一个不是什么呢 不需用心 你根本不需要了 你随便那个灯光随便露 反正它浅就砸下来了 你就分不到了 所以那次节目之后呢 听说有些这个设计师的圈子 还说我们外行 就是说这个中国不是设计师没有水平 这问题是我们设计了他得用啊 或者我们设计师收了钱 这么那帮恶俗的什么土豪啊 还是领导啊 他们就要这样啊 那我收钱的我怎么办呢 这不是我这个中国设计师水平地等等 当然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咱就说远 我说的是我们引用的这个帖子 作为我们话题的这个帖子 人家是有作者的 但是我们没有讲人家这个作者 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应该给人家张扬一下 他这个帖子最早是发在这个知乎这个网上 这个人的网名呢 叫肥肥猫 还是家肥猫 肥肥猫 就是这个肥肥猫老师呢 就是跟我们打个电话 还挺当回事 就说你看你们这样都都都当话题了 你们也没说是我写的 就说我也没有别的要求 你就说一说是我写的 对对对 所以咱们给这个肥肥猫道个歉啊 肥肥猫 都是你写的 对 他写什么 我没有注意到 就刚才那帖子 哦 你说刚才那帖子 我以为你写的 所以还希望更多的这个朋友啊 把自己的创作这个贡献给我们啊 好 这是一件事 再一件事呢 就是最近这个香港 香港我觉得是这个谁高兴谁不高兴啊 就是清明节啊 复活节啊 这个假期明显路德来自内地的游客 明显下降 香港旅游业哀鸿遍野 就是在这哭天哭泪泪 都是这帮反水客的 而梁振英也把这个归咎于重要原因 就是前一阵这个反水客 他认为导致了内地游客数量的这个下降 高兴不高兴真的很难说 你是香港人 你代表一下 不是 因为我们先看数字嘛 来自大陆的游客是降了 可是来自外国的游客是提高了 当然来中间的关系还要 我相信还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是吧 还要有待研究 可是说很奇怪 刚好那一段时间 外面来的游客是多了 所以你从经济学来看呢 到底是不是真的会短期 会对香港经济很有影响呢 很难说 就算有影响 对什么行业有影响呢 你没有奶粉店 没有金店 卖金的金铺什么什么 会有其他行业 像最近连续好多这种新闻 说本来开药房的 本来开金店的 花好高的租金租那个店铺 不租了关门 那不租之后那个租金会减 会减一些我们期待中的小店 奇奇怪怪的本土的店可能会出现 或说百花齐放 有人是这样看 是说因为这样事情才刚开始 从经济学商业的计算来看 还要长等几小一年时间 甚至两年时间 才看得出来那个效果在哪里 你知道就是说 当然我不懂政治 我也没资格参政 但是我就觉得 就是前一段时间出这些事情的时候 这个我还是比欣赏政府 还是基本上在政策调整方面的 好像还是比较稳了一些 因为那个时候我听到一个消息 我就觉得什么呢 就是说传说就是你香港今天这样啊 就压缩那个名额 或者就是让内地的游客到香港来 更不方便 就是现有的签证是特别方便 那么是不是要退回到更不方便 甚至我觉得有些人已经表示了这种意见 但是我当时就有一个感觉 我觉得这个往回退啊 不是一个最善巧的办法 就是就是你看 而且有时候是缓则员 你发现没有 一个东西啊 你别慌 它有的时候潮起潮落 对一闹出一些事 它有另外一些因素啊 可能就使得人流自然会减少 那样的话呢 你也就犯不着说 在政策上减少了往来的自由 对不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 小天你对这事怎么看 这从几个方面来看 我觉得一个呢 就是从香港这边 当然我也有注意到啊 像这个清明街复活节 就很明显 这大陆来的游客少了很多 尤其是尖沙嘴啊 那一带 刚才像马老师讲说 有可能呢 这样反倒可以促进 香港本土经济的发展 可能呢会呈现一种 更健康的态势 但是其实我个人 不是那么的乐观 要知道啊 这个香港 比如说在铜锣湾 那里地带的一些店铺 它的租金是超过 美国纽约的第五大道的 像这样的一种情况 如果真的只是一些 本土的这种小作坊的话 能承担得起吗 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在香港的话 肯定也会关注什么金融啊 股市啊什么的 香港今年的这个GDP增长的预期啊 是直接下调了一个百分点 香港本身这个GDP的增长 就是有2%点多 现在下调了1%点多 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而且香港是一个这个旅游业 对香港来说非常的重要 在GDP里边是占差不多5%啊 是相当大的 这么少啊 已经很多了 是吗 那香港95%都靠什么呢 它本身就是 那香港的什么船运啊 建筑啊 对啊 服务还有其他各个方面 房地产 可是小田有人有一个这样的说法 GDP是肥了GDP 苦了老百姓的生活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卖奶粉 卖金卖什么的 最后赚取最大的钱是谁了 还是地产商 把店铺卖出来的 租出来的 因为那些行业 对 它需要聘用人手 可是它聘用的人手不多啊 它不多啊 可是因为来太多人的话 租金什么百物疼贵 结果呢 就算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 或说调薪水 调了一点点 涨了2% 可是整个物价 房价等等的 你的生活的支出 高了15% 18% 大家已经说了嘛 大家我们在这里生活说 大概5年前 你还能吃到一碗 2 30块不错的鱼蛋粉 现在没有了 现在你去 随便坐下来都要 咱们身边就看到 你想韦杰刚才就说 现在这房东 没办法 要加3000租金 就是房租再增加 租房子 因为我最有对比了 我18 9年前 在香港租房子 现在明显呢 贵的太多了 香港租的 但是另一方面呢 你看 这是不是游客减少了呢 我发现香港酒店呢 价钱在一路下跌 那还是游客减少了 对吧 对 你要说是地产商赚了钱 你又怎么解释李嘉诚呢 李嘉诚现在就纷纷 感觉这是要撤呀 还是要撤呀 还是要 李嘉诚的版图的地产 这是已经不是最主要的 他分的太散了 轮船 什么水电 什么 所有你 有人这样说嘛 从出生到死亡 每一天每一秒 你的钱都有被李嘉诚赚取的 因为他的事业版图太大了 你喝水这个那用电全部有 他都赚你的钞票 所以不能把这个跟李嘉诚神 李神拉在一起嘛 最主要是那种感觉 因为我现在不是说支持哪一派啊 我是说后续除了看那个经济的发展呢 还有一个情况 有人会担心 因为假如说你看 反水祸客 甚至有一些粗暴的不文明的态度出来了 很不好 可是有效 路客不来了嘛 路客不来了你看很多 你们是靠打 打走的吗 不是我们 你不要把我作为代表 我说我们要担心啊 我们要担心啊 我觉得这个现象啊 应该说是香港的耻辱 香港他一直以来 自己很骄傲的 引以为傲的 就是他的这个法治和文明 但是实际上这些人 他们有这个权利吗 我想在那个地方去执法 小天 每个人都同意 我刚才是说 被访问的新居 新界的居民也同意 什么香港的耻辱 破坏香港法治 都知道都懂 都不好 OK 等于我们知道杀人强暴 偷东西是不好 我一直说 我们跳舞开半步说 现在看到整个情况 有人会觉得有效 对 我们很担心会继续来 对 很甘心 但是你看 你们就不学习毛主席 毛泽东思想 是 毛主席善于做什么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我们现在说的 都是某一个阶层 比方说你说啊 哎 我发现游客少了 哎 我的日子过得舒服了 可是也许你没有采访 一些旅游业的店家 他们是另一个群体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 所以说为正之难呢 对 你是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 他满意了 他不满意了 对 你这个旅游收入直线下滑 某些居民高兴了 是 那么 这个是什么关系 谁中 这个永远搞不清楚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些阶层之后 有什么关系 这些阶层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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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am就看起来 就是从 其实从个人自私的角度 自私的角度来讲 那我也高兴啊 少点游客一个城市 比如说我这几天在香港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 这就跟像我们在台北一样 台台湾放内地游客来 它是有这个限额的是吧 你看你能享受台北的那种幽静 那种那种寄疗 那种等等的淒清 甚至种种的感觉 实际有赖于他人还不是特别多 所以这是一种自私的想法 你还没考虑到人家这个地方 经济也得求发展呢 对吧 就是这个不说啊 我就是说内地游客说不来香港了 去哪了 咱们可以看看 去了我们这样反对的一个地方 你看看 这是日本 中国游客 你香港人 你不用不支持我们 我们支持日本去 你瞧 不把他挤爆了 不算完 你再看他下面 这是另一情了 这个是蒙古 前一阵发生的 一个中国的游客 在蒙古 被蒙古一个极端组织的人 这个这个欺凌吧 我觉得是让他让他磕头 引起成了外交成了外交事件了嘛 对吧 就是 所以你对比是说要去日本 不要去蒙古 意大利 意大利 罗马 这是罗马的机场 能去吗 对意大利 你看看欢迎中国 东方不亮西方亮 对对对 他们欢迎我 我们下一半 什么人 哪欢迎我们 我们就去哪 去哪花钱去 你不高兴吗 对吗 就是我 我就想 家伙刚才讲的例子 这个这个人啊 甭管是有什么样的行为 有个事很简单 就是说你香港人 要不要去内地 这个蒙古国这个事情 发生了以后 你知道 也是大部分蒙古人 都不支持他们 就是说他们这个 这个 跟我们都不是一路人 这是少数极端组织 据说成员都不超过100人 对吧 然后他有一个蒙古的网友 就在网上 他就会写 他说中国人 有没有让我们蒙古的游客 在万里长城上下跪呢 没有吗 对吧 你很简单啊 那就是我有时候想 这个事情也是啊 对香港有香港的问题 但是你这个问题 你怎么解决呢 你 你香港人愿意跑到广东去 给广东人踹行李箱吗 那玩意儿你说 你这个很简单的一个 就这就是设身处地吗 换位的思考 我们常说 好多香港人喜欢去台北嘛 对吧 去台北一定去成品 成品书店的 现在假如每个礼拜六 有人在成品书店搞一个行动 光复成品书店 对不对 把香港人赶走 什么 粗暴行为 这样你会感受怎么样 这个大家也 像我刚说都明白 可是在香港 我有些朋友住在深圳 香港的朋友住在深圳 他说前一阵子 他们也很紧张 因为香港这样的事情 深圳都看得到嘛 然后他们那社区 住了一群香港人 也感觉旁边的内地 同一个小区的朋友 内地朋友平常好好的 他几天脸色都变了 他好像路港矛盾 就在深圳上演了 所以你觉得 发生在香港星界的事情 其实影响了 所有人的心中仇恨 影响了这样关系 你觉得今天这世界 发生了真是前所未有的变化 就是这个互联网 不用原子弹了 你看没有 少数人不到百人 他可以影响政局 他可以影响一个社会 就是这个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情况 就是他现在少数人的行为 你比如就像刚才蒙古 为什么成了一个外交事件 过去咱们从来没意识到 跟蒙古的关系 小田采访过蒙古的官员 对不对 对我采访过两次 一个是蒙古的外交部长 一个就是上一次的 蒙古的大呼拉尔主席 大呼拉尔 咱们看看这照片 咱们看看 大呼拉尔主席是干什么的 就他的这个相当于 人大主席 那为什么叫大呼拉尔 他们的这个议会 就叫大呼拉尔 听上去像万岁 这大呼拉尔主席 这是你采访他 你再看下边 这个我得让大家看看 这是咱们小田 你看 扶着吉星格 没扶着 没扶着 跟吉星格聊的 不像聊什么健康的话题 开玩笑 开玩笑 没有 刚才如果放这个照片的话 我就觉得可以讲一下 就是像比如说蒙古的 我跟蒙古的官员 其实采访两次 我都有自己的话 很感兴趣的话题 就是这个两国啊 民间的这种感情 因为你要是看很多一些书 一些历史啊 什么的 就会发现啊 中国和蒙古之间呢 真的有太多的这种爱恨情仇 但是呢 又因为看这段历史的这种心态 角度不同啊 所以要我的感觉 就是两国人啊 民间的感情 其实是不对等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谁对谁深 感情深 所以说我每次都去问这些官员 就是说 在蒙古的话 中国的投资的人 或者商人 有没有受到欢迎 欢迎中国 有没有受到欢迎 那他们的回答 肯定都是很正面的 那么如果说 我问更具体的 就是中国的一些投资项目啊 是不是真的是被接受 那么他们这个时候的回答 就会说是 我们蒙古是一个民主国家 那对很多事情的话 这个意见是会不一样的 但是大致上会怎么怎么样 就会从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中国跟蒙古之间的 这种关系啊 可以追溯到太久 而且呢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 说的不好听一点 中国人在看跟这些 包括蒙古在内的 这些邻国之间的关系 有一点异乡情愿 怎么说 就是他们对我们 对中国的感觉啊 可能真的是会有 历史的另外一角 就是可能是被我们遗忘的 或者有可能就是 应该是不会存在在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面的 那么一个角度来看 所以说真的会 很大程度的影响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小田说说这个怎么样 欢迎中国游客 刚才我就说那个照片嘛 刚才最后我们看的那一张 什么欢迎中国 实际上据我的理解的话 它是一个这个认证的体系 而且那是很新的 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些机构呢 就会走出国门 到那些外国的酒店机场 还有什么购物中心去看 就说你够不够欢迎 我们中国的游客 够的话就啪 就给刚才那么一个张啊 就说你是欢迎 那个足够欢迎中国的 那它的这个标准呢 那就有很多的各个方面的 比如说有没有会讲 中文的服务员呢 能不能收中国的银行卡呀 还有就是比如说还有就是 我了解到就比较有意思 就是可不可以给中国的这些游客 供应热水 以前不是还因为这个事情 就有过纠纷吗 对吧 我们要泡方便面 没错 就是这个事情 现在就是中国游客 我们就是要吃方便面 我们就是喜欢吃热糊糊 软绵绵的东西 那就要给我们准备这个 这个热水壶 没有热水壶的话 你们就是不足够欢迎中国 哎你要这么说 意大利就算欢迎中国 意大利有 这个名牌店里全都有中文的 每个店里都有中文服务员 哎那就是 所以中国的机构 就可以去给他们办 对 就是认证是可能有人 认为做而且有效 可是这个呢 概念上面呢会怪怪的 为什么 你当你这样说的话 你先假设 大家讨厌中国人 不欢迎中国人 喜欢 不喜欢中国人 对不对 所以呢 我现在不管是凭着我们的财力 还是霸权 还是外交手段 种种的 OK 我这种要理 不能不喜欢我 我告诉你啊 你不能不喜欢我啊 我要认证 有没有喜欢马家辉 欢迎马家辉 你知道吗 这样变成说 你先有个杂色 因为其实 在他看来 全世界都不喜欢中国人 我才要搞这种认证 欢迎中国人 对 第二个 人家为什么要听你呢 你一定背后有些权利嘛 大家有时候 就会不免会联想 你用了什么 什么怪怪的权利 去压护人家 其实就这个事 说到基本上 我觉得李光耀 就是说实话的人 李光耀过去就是说 还给咱们中国政府建议 就说你们不要叫崛起嘛 李光耀就是说 和平发展什么的 因为李光耀就讲过一句话 他就说 一个这么迅速的崛起的大国呀 当然不会让别人感到愉快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需要一个心理调试期 对 你百年前 你还什么情况 现在慌一下子 这家伙 先不要说 这个游客的举止 文明不文明 本身就是 咱们公司都知道嘛 你突然跃起了 这我就吃醋了 但是实际上 整个这些转变 应该说都是一个 量变到一个质变的过程 应该说时机也确实到了 那比如说这个亚投行 中国以前 你会讲讲 最近好多观众建议 我讲亚投行 我说 我要知道 我一定要 我根本不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 其实从我 这个角度要看的话 这个亚投行 其实就是中国 现在在寻求一种 身份的一种转变 也就是不仅仅局限于 像以前的 作为一个游戏的参与者 那么就跟着什么 世界银行啊 或者是亚开行啊 什么的去做一些投资 而是现在要做一个 倡导者 而且也是一个主导者 然后来发展 这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那么问题就是说 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 资金空缺其实很大 而且中国有这样的实力 来做这样一个角色 那不是都让中国 要有什么大国的担当 大国的责任吗 对吧 那他是亚投行 是跟谁这个对等的 就是他抢了谁的地盘 如果他厉害了 他其实要说 应该说他有自己的 这个就是focus的 那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 但是实际上的话呢 他应该是和世界银行 还有亚洲开发银行 这样的一些银行 这样的机构 是差不多一样的角色 那就亚投行 是咱们说了算 应该是啊 对啊 现在老大就是中国嘛 所以说现在就是说 中国这个身份的置换呢 应该说也是一个 慢慢的时间积累的一个过程 理论上他有一个制度了 就是要投票什么理事会 可是因为倉导 而且最重要的老大嘛 龙头嘛 教父嘛 这是中国嘛 所以你看 连台湾 马英九也说一定要啊 在台湾也引起争议嘛 也说在我们觉得很舒服的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参与 不然的话以后会吃亏 我看到的这个BBC的新闻 但是不一定是真的啊 就是这个日本不是第一轮 就没有参加吗 这个初始成员国里边 就没有日本 然后说是这个安倍 在他这个首相府关了门 然后在3月31号那天 跟这个外务省和财务省的那些高层 在街面的时候在里边怒吼 说你们得来的情报 怎么都错了呢 想起龟田小队长 说起什么文明不文明 我看到一个新闻 不确定是真的假 我觉得有效的 因为除了说我们希望说 国外都欢迎中国游客以外 另外你毕竟还是要把自己做好嘛 我看到这个新闻是说 好像要建立一种制度 比方说你是游客 你在外面被投诉什么不文明 证实之后 这个记录呢 会留在你的信誉档案 品德档案 是干嘛呢 不是抓去坐牢屁斗 不是 而是你以后借钱啊 你去借钱 你找工作 这个都有影响 因为信誉 有点我们欠的信用卡 假如没有还 没有准时还钱呢 那就会有个信誉的不好嘛 那就以后再借钱就很难了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有效了 我不晓得 文汤 文汤 我怎么看 对对 我怎么看 我跟你说 其实我是个没有什么社会责任感的人 很多时候说中国游客 少数中国游客在外边的一些举止啊 我跟你说 我私下里真看到 我都感到很快乐 很欢乐 我没有什么什么觉得 还在多丢人 那他是他 我是我 但我就觉得 好可爱 其实我也挺喜欢中国人 你知道吗 那天我又看新闻 我武汉大学有樱花 日本的那个樱花那个公园 好家伙说 中国这个旅游团去了之后 藏就上了树了 然后有的人是骑在树岔子上 咔嚓树岔子就舌了 然后有的人就哗哗哗摇 他要照相 制造那个花 花瓣雨的效果 哗哗哗 哎 有些人觉得愤慨 可是我为什么觉得娱乐呀 你 我觉得 其实这像一帮孩子 是 你知道吗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不是孩子吗 这叫什么呀 小孩 说好听点 就叫不见外 太不见外了 就一到哪 就跟猴似的上蹿下跳 你想一到纽约那个证交所 曾经上了牛了 只要没人管着 你知道吗 他得带着拉着 没人管着 那家真是上算下跳 其实很可爱 你试一下 你隔壁的孩子 藏进你的花园 也有你的舒服 自由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